今天的MC是给熊猫云子的一句祝福 想变成月亮 一直照耀着大家 大家好 我是赵月 也是会长 会长 谢谢 那个 对云子 反正云子他现在是我的大佬嘛 然后我也不敢看他怎么样 因为想要九龙就 对 因为我很想要九龙这块地 反正今天过生日嘛 然后就祝云子以后普通话越来越标准 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资格说你 对哦 然后希望你身 然后希望你身体越来越好 谢谢 耶 燕云其实平时私底下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他有时候也会跟我讲一下他就是 他想做演员啊这样的梦想 然后我希望他明年的话可以锻炼好普通话 然后勤奋一点 然后努力做一个好演员 就是这个样子 谢谢 耶 天使见习 天使见习 唐安琪 降临剧场 来见你 大家好我是听本听的唐安琪 唐安琪 唐安琪 我们一起过情人间 谢谢 谢谢 说到云子呢 云子在我印象中是个很温柔很温柔的人 就是大家 发生矛盾的时候他都会出来调和 我希望云子的这个温柔的性格永远不要变 永远是这么样好的这么温柔一个人 谢谢大家 耶 好我们今天这个MC也是 如果在情人节告白的话 你想对对你的哪一个成员告白呢 不是你们啊是我们要告白 是我们 那就从夜仔开始吧 为什么要从我开始 因为我们家夜仔不太会讲话 我想要留到最后压轴 你是 你先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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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时候的不 我凶小我没资格讲 那谁有资格讲啊 我说我说我说 努力努力 因为你会推脱嘛 你应该说不上才对 你应该说不上才对 你们俩谁要先 你先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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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 留给你们两个好不好 做一个结婚乐 结婚 我说要告白 我其实我觉得情人节的这一天我必须要告白 我需要等着后面一大批妹子跟我告白 我觉得我觉得一期的毛毛啊还有三期的那个鱼匠啊我都很喜欢啊 拼了 那你还有没有 我 三期的小妹妹啊 对不对 三期的小妹妹啊 我魔爪已经升到了四期 四期耶 哦 四期耶 那边还有吗 那边还有吗 没了是吧 赢了 赢了耶 可是你看我们五个人 月仔觉得他人气最高 可是我们都没有人提到他 人气最高的是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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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以为有很多女孩子喜欢吗 今天是婷婷 我受打击了怎么办 没有了没有了 你们都怪我 大家都很喜欢你的 其实也没有 你看他们没反应 你以为你球大了不起吗 我不喜欢你 我喜欢平胸了婷婷 新生 扫装了 我知道你们喜欢球 哎呦 再聊下去肯定会打起来了 对吧 就这样吧 把他带下去 也请大家接下来欣赏下面的精彩歌曲 耶